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如果你從一開始就加入我們 到現在你還有那麼有精神的聽的話 表示你真的對於綠電靜靈 真的非常有熱情 而且真的很熱愛地球 謝謝大家一直到持續到現在 我也很謝謝在台上的三位貴賓 我們來進行這場我覺得還蠻重要的論壇 我先說一下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當我第一次今年 第一次聽到靜靈這個詞的時候 我覺得是天方夜談 怎麼可能完全不排放任何的溫室氣體呢 如果大家有關心時事的話 在不久前特斯拉他本來還說他可以用比特幣來買特斯拉的車子 後來Elon Musk他就說因為比特幣實在是太耗電了 而且用的不是綠電 所以他又不讓大家用比特幣來買特斯拉的車子 這都是一個很有趣的發展 那我覺得為什麼會在2021年會有這些重要的轉變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說美國總統換人了 拜登總統他在就任之後 他就已經決定要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所以在今年4月22號的世界地球日 跟世界40位領袖一起來宣誓說一些氣候行動跟Net Zero的承諾 當然在那一天我們的總統蔡英文蔡總統也宣誓了台灣要2050年淨靈轉型是我們的目標 不過真的要做到淨靈其實是比要買疫苗要研發疫苗難多了 但是這句話我覺得台積電可能會反駁我 也許現在對他們來講買疫苗比他們要做到淨靈更困難 淨靈對於人類的生命生存永續是跟疫苗一樣同樣的重要的 淨靈也不是口號就是政府企業民間都要做的事情 因為你不做到淨靈首先是企業是沒有辦法競爭 再來就是沒有生意最後就是沒有辦法生存 所以各國政府企業都在找尋方法 怎麼樣在淨靈的目標之下去怎麼做到淨靈 然後甚至去發展一些淨靈的服務來翻轉這個世界的氣候危機 所以今天很高興我請到這三位專家 他們有的是非常了解綠電 了解淨靈 當然他們也都是在實踐淨靈 那我想首先線上剛才slido已經有很多人問問題了 我這邊也有準備一些問題 我先問我的問題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我隨時也會插入 那我今天第一個問題想要問三位 就是淨靈是一個不斷出現的詞 那企業跟政府開始在喊口號 甚至是許下承諾說他們要做到淨靈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接下來從商業的角度來看的話 淨靈的趨勢會是什麼 那淨靈對於企業的經營 它到底有哪些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我想首先請歐萊德 那其實我們看到剛剛其實已經有分享了很多的資訊 告訴他政府的目標 就是聯合國 大家所有地約方的目標等等 那其實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有時候大家問我說這個方向是不是對的 我說你可能沒有選擇性的問題 而是你必須要做 而且越早做越好 我舉一個比較生活化的想法 就是說你能想像到了2050年 你的汽車還是提供的是汽油車 燃汽油車 你認為你哪個國家和地方能夠接受你 就是很明顯的你的競爭力和生存力都會有問題 那既然請早要做 你為什麼不把它當作是你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來做 然後呢 當你不做的時候 也許你在這幾年你就會看到 因為每個國家和政策 因為原因都是因為氣候邊遷的數據 IPCC就是聯合國跨步或氣候小組 每年公佈的數據就告訴我們 氣候變遷跟我們人類的發展 跟我們人類的這些就是浩炭 有非常息息相關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可避免的就是要 從這些數據上面去做出調適和反應出來 那在政府和社會的期待之下 企業必須要去做 是這樣 以前早期說是責任 現在是要做生存力 接下來就是 就是其實你早做就叫競爭力 我在講這個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大家說不要懷疑這件事情 而是我怎麼去做 大家要把心理發展說我如何去做 就這樣子 剛剛不管是在就是台積院 他們所提供的這種就是服務裡面 還是幫政府去制定很多規劃 還有包括行政院來講 還有包括綠色和平 和天下雜誌一直在鼓勵大家 企業早一點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想想看 我舉一個另外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像我們企業減碳 你不可能在一瞬間變成副碳排 你就必須要減 像我們比如說我們的包裝容器 可以減碳80% 你因為再利用的關係 可是你必須還是要使用這些材料跟物料 對不對 可是你還是有那些 就是剩下的這些碳排 那你必須用副碳去抵 你可能要投資綠色電廠 你可能要投資水利發電 因為有些事業你不能做 就沒有辦法做 那你可能要購買碳權 那購買碳權去執行這個所謂的碳中和 實際上減碳以外剩下的這些碳 那我舉一個我去年買碳 跟今年買碳的價格差異好了 我去年買碳 就是我們減下來減下來 減下來我們可能就是 還有一些數量 我必須用水利發電去執行 這個事情除了我們綠電以外 還有水利發電去執行 那水利發電的碳權 我去年一年的時候一噸是30塊 就是1塊錢美金 那我今年初的 我詢問的時候已經超過10塊美金了 已經漲了4倍 然後我就看到各個報導 在未來是2030到2025年 那個碳權 這是你要花的代價 可能是算百美金 甚至就超過百美金 就是以上倍數的 所以你想想看 那個就是你未來的成本 就是碳稅的成本 就是這是你必須的 因為你的成本只有製造的成本 你還有社會成本跟環境成本 那當你這些事情你不去理它的時候 其實是社會去承擔那個成本 環境人類的健康 就是環境氣候變遷 所以大家你看一個淹水要損失多少 一個旱災要損失多少 這都是氣候變遷產生的一個 環境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是跟大家很肯定也可以講 但是有方法做嗎 有喔 剛剛大家幾位 大家就是朋友們都分 發表的很好的一個方法 包括今天的主題也是一樣 那我擔心的是什麼 擔心的是大家不做 大家認為那個很遙遠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定做得到 中小企業也做得到 就是根本什麼都沒有經驗 都已經跳下來做了 對 然後你會發現台灣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很多朋友在做這些事情 很多的不管是知識界的 學術界的 還有就是很多國內的這些 很多團體都會可以幫助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 趕快把它展開來 它是你的生存力 更是你的競爭力 謝謝 謝謝葛董事長 就是葛董事長講得很好 敬靈或者是健碳 它以前可能是責任 現在就是你的生存 是你的競爭力 已經不是 你不是在想說我要不要做 而是我要怎麼做了 他剛才給我們很好的例子 謝謝葛董事長 我接下來想要請 精華工業總經理黃遠翔 黃總經理 我覺得要先謝謝精華工業 他是全球刷毛布的 運行冠軍 然後在防疫期間 跟衛福部一起合作 做了P1等級的防護儀 是我們隔離醫國家隊 我要特別謝謝他是因為 我先生就是在醫院服務的 前陣子去支援了很多現場 就是穿這種P1的防護衣 真的是要謝謝 然後精華我覺得它更難的就是說 是亞洲第一家承諾在2040年 百分之百使用綠電的紡織業者 這承諾聽起來好像沒有像 葛董事長他們這樣那麼威 就是2025年 大概2040年 可是如果我們知道說紡織業 它的纖維 它是七成都是由石化做成的 你就會知道這個承諾 不但是很勇敢 甚至是很大膽 所以我剛聽到黃總經理講說 你們也百分之百的回收你們的產品 然後做成紗線 所以我再想 請黃總經理談一談 你怎麼看這個淨寧的趨勢 還有對於企業經營的正面 或者是負面的影響是什麼 謝謝主任 我想說淨寧這個趨勢 已經是一個非常明確的趨勢了 就像說其實我特別是用我們紡織產業 我們特別是針對在做機能性紡織 在我們所謂的Outdoor 這個戶外產業 其實在應該在15 20年前 我們的一些主要的客人 都已經非常重視所謂的環保 譬如說15年前 我們就已經在用寶特瓶回收的紗線 在開發布料給客人 當時都是在一個環保的意識之下 客人都在倡議環保 過去環保推動的不是很順利的原因 都是因為成本的考量 我記得我們很早以前 跟英國一個大型的零售商 在開發一個產品 他們預計說有一季的一個刷毛的衣服 要百分之百全部換成環保的 這個寶特瓶回收的紗線 我們開發快三個月之後 到最後一刻訂單都下了 然後最後他停止了 他就說對不起我們沒辦法做了 為什麼 他說我同樣一件衣服 這件衣服賣25塊英鎊 可是我最近要賣30塊英鎊 消費者不願意去花錢買30英鎊 他覺得品質都一樣 對他看起來都一樣 這個是在15年前 我們已經這樣的一個例子 到現在說 我們所有的幾乎客人都已經宣誓說 在未來的5年內 甚至幾年內 要用百分之百環保的產品 所以說現在這個已經不是 再是一個口號或是倡議 而是真的是必須要面對去做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想說特別是台灣的紡織界 要能夠在全世界上生存 勢必要有一定的作為 除了在產品創新之外 我們認為說 這個在你的形象方面 我們一定要做出一個區隔 今天你說我們面對的競爭 是來自中國 東南亞 甚至日本 韓國 剛剛我們提到說 日本 韓國都已經很有 都有一些這樣的一個 減碳的一些政策策略在走 歐盟現在開放 因為歐盟現在開始在2023年 要開始著手一些所謂的碳關稅 有時候我們內部在開玩笑 這是所謂的現代帝國主義 這個新的一個貿易壁壘 我們這個從過去 我們紡織業都是所謂的配額 過去為了爭取配額 你也付出了 為了買配額 這個大家要花錢去買配額的 現在變成是你要花錢去買碳權 去買 去付碳關稅 我想說這個是 但是我認為這個是一個轉機 其實如果你看到這個 你怎麼把它變成一個商業的轉機 我認為是台灣的一個機會 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怎麼樣提升我們台灣在紡織業整個的形象 我們除了說在產品的創新力之外 品質的穩定性之外 我們更重視環保 我們更重視怎麼樣去改變這個世界 真的是try to make a difference 從減碳 從綠電 或是甚至從一些作為上面去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認為說 都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一些的影響 那當然我也希望藉這個 暢日這個R100的機會 能夠 也能夠讓這個世界的所有的品牌來看到 不是只有看到我們精華 而是能夠看到我們台灣有一些作為 那陳如剛剛歐同長講的 我認為是做不做得到 我認為是確實以現在台灣是一個挑戰 就是說真的要做到百分百再生能源 確實說從你說自發自電 畢竟我們廠區有限 我們目前自己的廠區大概只有16% 是用到所謂的再生能源而已 那我剩下的作為你說我廠區也這樣子了 我怎麼去蓋 那你說要去投資其他的暗場 那我想說其實台灣現在大家一窩蜂的來參與 這樣是一件好事 可是對我們這樣中小企業的需求來講的 這個方式在哪裡 可是就因為這樣我覺得反而是一個機會 我也希望說其中一個思維就是 我們很早就踏入這樣一個領域在看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累積這樣一個能量 作為我們在紡織產品以外的一個轉型 我們怎麼樣去協助 不管是我們業界甚至在國際間 當大家在所謂的製造業 想要去轉型到綠電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一些作為 有一些平台能夠去做分享 所以說我們剛才提到說 我們也在參與說能夠去創造一個 所謂的綠電憑證的一個平台 或是一個交易的平台 透過這樣的經驗 我想一方面我們本身的營運也可以cost down 一方面也可以去協助整個產業的提升 所以這是我想我們精華在參與 特別是RE100 還有對於淨灘這麼重視的原因是 總歸之說 第一個我覺得是提升我們整個品牌的形象 第二個確實是要製造競爭力 當然這真的是需要政府 像歐盟這個碳關稅 其中一個要 只有一個做法是說 如果你這個國家能夠跟我歐盟 有一個類似的相似的一個做法的時候 你也可以免除碳關稅 如果說政府有這樣的一個 一定的一個政策 其實對我們所謂中小企業 甚至是製造業來講 確實是一大的一個助力 畢竟台灣是一個島國 還是以出口為導向 很多除了這種大型企業之外 其實中小企業還是我們台灣的一些中間的力量 我覺得是我樂觀情誠敬寧的來到 然後大家一起來努力的開始來有所作為 那我可以follow黃總的問題 問一下黃總跟葛董市長 您剛有講到說以前是花錢買配額 現在是花錢買碳權 花錢買配額比較貴 還是花錢買碳權比較貴 說實在因為碳權這一塊 如果剛剛講說一塊錢的話 一塊變十塊 然後以後要變成 我如果印象 因為這個配額大概也是一二十年前的事 那時候我也是剛剛參與這個產業 就是對於企業來講 但是那個時候我記得是貴一點 我記得是貴一點這樣子 貴一點 謝謝黃總 黃總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希望是有一個綠電憑證的平台 這剛好就是我們第三個雨坦者 他的專長 他的手背範圍 我們就是我們的經濟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所長 陳彥豪 陳副所長 其實他是能源跟環境科技的專家 我們剛一直在提到說 2016年政府就開始在講綠電憑證 那就是由副所長開始來加入 來幫忙做的 到現在為止 剛才我問他了 現在已經發出了60萬張的綠電憑證 然後現在政府開始在禁令 我剛剛跟林子倫 林老師好論就說 其實政府現在最熱門的 除了是防疫這件事情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禁令 幾乎每天都在開跟禁令有關的會議 那副所長也是我們政府禁令小組的一個成員 所以來請問一下副所長 禁令的趨勢跟他對於我們企業整體經營的影響是什麼 我想禁令它是一個 我先這樣來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我相信最近去問每一個台灣的民眾說 你相信氣候變遷 我相信大家都信了 因為都信了 我最近常常講說氣候變遷帶來旱勞不均 結果你看 這個一下就是缺水缺到你都沒有水用 一下雨就淹水淹到腰了 這個就是現在的氣候的一個常態 所以這個我相信 宣示達到這個禁令 其實是一個 我想因為這個氣候的影響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氣候變遷其實已經是 我想是每一個責任 或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或是每一個企業的責任 我想這個東西大概大家也都不會去反對的 那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想大家都選擇了就是說 來達成這個禁令 那當然會採用不同的手段 作為我們講這個叫做新的企業的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就是Social Contract 我們希望我們讓大家環境更好 所以我們選擇來達成禁令 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那我相信這也是很多的企業為什麼會來所謂的 畢竟你企業如果你是追求所謂的永續經營的時候 那你所謂的永續經營就是說 我是以所謂的環境友善的方法來做我的企業的經營 而不是說我的企業經營就會造成了整個環境的危害 我相信兩位企業也都是用這樣的心情來經營自己的企業 所以這個是禁令 我相信它最重要的就是說 展現了更強烈的反饋到氣候變遷上面的 我企業在經營上的永續發展的一個決心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購面 那回歸到就是說我們講說禁令對企業來講 那剛剛都談到的是機會 那其實它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因為不過大家也都談到風險 因為風險就是所謂的碳邊境 或者是說諸如此類的 那這個當然從企業它 我們講這個就是所謂的法尊成本 就是因為我遵守法律我要付出的一些費用 那這個當然就是風險的產生 那我們可以理解到就是當然我去遵守法律 我如果沒有遵守 我就要去付一些費用 那這個為什麼是機會 我想最近大家之前看Tesla 它就是別的車廠的法尊成本 它賣電動車 它把這些減下來額度賣給它 它就轉虧為盈 所以別人的風險就是你的機會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想早期的參與去落實這樣的東西 對企業絕對是有非常多的好處 那我們最近也幫忙一些企業 在做這些 像百分之百使用再生能源的一些策略規劃 規劃規劃 我們就發現說 某一種再生能源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它就趕快去想辦法去張羅 後面的人他要進來 他就發現這個東西好像資源有限 他就沒有辦法去取得 變成他要達成所謂的百分之百使用再生能 就會變得相對困難 所以他付出的成本就比較高 諸如此類的 所以我相信早起的鳥是真的有蟲可以吃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企業 其實應該要往淨寧這樣子來靠攏 而且是越早會越好 因為這個東西是 我想幾乎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但是我們剛剛彭老師也講 這個叫race to zero 這樣子一個concept 其實我要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淨寧跟減碳是不一樣的 我想大部分人搞不太清楚 就是說這跟我們以前在那邊 溫室氣減量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淨寧更強調的就是說 每一個個人或是企業 按照自己的能力 或是你自己覺得你的責任 來設定你的目標 或是你能夠達成的來設定你的目標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說我們去管制 最重要的是每一個人認清自己能夠做的 大家一起往淨寧來邁進 盡早採取行動 我相信這個才是整個淨寧最大的精神 所以我也跟大家再呼籲一下 就是說整個淨寧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趕快去參與 去落實 但是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要說很努力的 很快速的達到什麼樣的一個效果 但是每一個人都要開始去了解 因為畢竟最後我們回歸到氣候變遷是 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 每一個企業也都息息相關 我相信這件事情才是我想推動淨寧最大的意義 大概是這樣 謝謝副所長 講的分析得非常的透徹 我想接下來也想請問葛董事長 我知道歐萊德從2002年開始創立之後 就一直是以 就像你說你們不只是一個賣洗髮金的公司 你們是一個很有永續概念的公司 走到很前面 我印象最深刻 我記得聽葛董上講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你們的洗髮金的瓶子 是100%的生物分解材質 所以在瓶子的底部會有一個種子 然後你用完了以後 把你的瓶子種在土裡面 一年之後這個瓶子就完全分解了 然後種子種在土地上 最後這個瓶子會長出一棵樹 我覺得那實在是太酷了 你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們也克服了很多的高成本 技術的問題 所以我想請教戈董事長說 在2021的這個時間點上面 靜齡永續這個社會 這個議題越來越迫切 跟你過去20年在做永續 有什麼不同 還有就是說現在的靜齡的技術 真的已經能夠成熟到 馬上就可以去執行完用了嗎 好 謝謝 謝謝副委員 其實我們要決定做這件事情 是2006年就決定了 是在公司創立19要邁入20年了 可是我們在15年前就決定這個目標 所以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問號 就是該怎麼做 用什麼方法來做這件事情 那時候其實環保署 還沒有探足機盤查的辦法 就是制度 是2009年才開始訂製這個制度了 我們也跟環保署一起暫停的 財官學的一起來訂定這個制度 那我們想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必定要做的事情 我們很堅定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把公司為綠色永續創新 綠色永續創新 變成是公司的核心掌值 也是我們公司就是發展的一個目標 那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其實有一個叫做綠色供應鏈改造計畫 就是要變成 供應鏈都要做成零碳盤為目標 那一開始一定要先從盤查開始 也就是說 我們哪些是可以在現階段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先透過盤查 像我們用ISO501來盤查能源系統 公司的能源系統 那用PASS2050 PS2050來盤查碳足機 產品的碳足機 因為如果我們只是講一個材料 來講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很難去判定 我們必須用生命週期來看這件事情 我舉個例子 我常常舉個例子 跟很多同學在做討論的時候 我想說請問一個紙袋 和一個布袋 哪一個比較環保 當然很多的討論 我說你們答案都是對的 但是你們可以再進一步思考 如果我一個布袋 只用一次就丟掉 那你會不會覺得 那真的應該是要打屁股對不對 那一個紙袋呢 如果它能夠越多次越好 那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等等 所以你要端開你怎麼用這個 它的產品生命週期 那你有這個觀念以後呢 你就會慢慢知道了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 把一次性的東西要做 先開始做減量的原因 那還有材質的改變 那剛剛主持人講到說 那我們公司在過去裡面 改造了很多包括原料跟包裝 原料就是去世化原料 地表上的農業廢棄物 是可以做成材料的 這是一個 那我們也做成包裝 那包裝的話我們有兩個 剛剛您提到的就是 就是我們叫做就是可堆肥的包裝 那可堆肥 可分解跟可堆肥 是兩個不同的意義 分解你可能是 如果你是塑膠是更微粒的塑膠 可是你可堆肥 是可以變成泥土的 是這樣 那我們做可堆肥的塑膠 然後這是其實是在我們公司 是一小部分 因為我們主要是銷歐洲 歐洲有回收體制 和怎麼去 大家比較認知那個材料 國內是還沒有這個回收體制 在PLA的部分 所以我們其實歐萊德 雖然是賣洗髮金 其實我們的粉絲都知道 其實歐萊德背後有很多的 在執行所謂的環境教育 在說環境溝通 大家瞭解說 這個材質跟材料 跟我們生活跟環境 所產生的影響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我們品種樹的產品 是世界三大發明獎金牌 然後世界三大設計獎 等等的首獎 所以我們做這個東西 它背後有很多的環境意義 就是說 我舉一個實例給你聽好了 這幾年因為我們在銷售 我們有機會到北歐去 北歐大家都知道是一個 環保認證度非常 不管是它的政府或人民 非常高的一個國家 我去開記者會的時候 第一個記者問我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他說你們亞洲崛起 來我們這裡賣東西 你會帶給我們很多的垃圾 還有你帶給我們什麼好處 那我就跟他 我包括在丹麥 瑞典 芬蘭 都遇到類似的問題 我非常感謝那個記者的問題 我剛才講說 其實我已經早兩天來到你這個地方了 我到了過你們的超市 到你們的百貨專� 我發現你們沒有一個產品 化妝品的包裝是可以堆費的 那我看到你們家家戶戶啦 主要非集合式的住宅 你知道是一般的住宅 就是有庭院的 你們每一個人家戶後面都有堆費 在北歐你可以看很清楚的看到 就他們都有堆費 所以他們有一些東西就是廚魚啊 很多東西都拿去堆費 所以這是第一個化妝品可以堆費的 那個記者非常的驚訝 然後我還能秀堆費標章給他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們更重要 百分之九十五的產品是PCR系統 就是我說的洗髮精已經沒有用新的石油製造塑料 而是用Post consumer recycle 就是生活用品消費用品 經過你的回收系統後再拿回來的 各位知道說我們大家台灣呢 是跟德國都是在世界上名列前忙的 資源回收分類 回收率非常好的 可用資源回收率在百分之50以上 非常好跟德國一樣這麼高 那表示人民的作業呢 人民的分類是很有觀念的 這個人民觀念水準非常高 可是呢百分這些回來的資源 百分之九十都進了焚化爐 所以非常可惜 可是我們是製造業 尤其是我們非常使用非常多的塑膠品 我們有責任在那裡守住 不要到焚化爐去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回收是為了它重生 為了重生 所以把這件事情變成是公司 所以我們公司在2017年底開始 已經在洗髮精錄的這些品質 已經沒有任何一個是新的塑膠力作 全部都是PCR系統 就也有第三方認真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做這個事情以後啊 就是在歐盟是得到非常高的認同 所以說很多學校就要請我們公司 去演講去發表 就是那台灣非常幸運 是台灣的這些材料系統非常好 就像紡織業一樣 非常多人投入這些事情 供應鏈非常完整 所以台灣真的是在這麼多全球 那麼多國家裡面是非常好的機會 所以而且又在這個時間檔 就好像您說的 今年的永續議題 林探議題 靜林探議題 探戰活動等等 都是搜尋榜裡面非常熱絡的事情 可見社會的認同度 剛好在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然後我再預告 COP26會有重大的一些決定 應該是所有的氣候組織都知道 這次COP26太重要了 就是從京都協議到巴黎協議到現在 對 就是這一次是非常重要 尤其又在美國政府還願意簽訂 各位知道說 我們當初的巴黎協議 當初後來在第二年 是在美國紐約簽訂的 所以我想說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我們台灣 我覺得在機會點上 就是今年像天安雜誌 和綠色和平倡議 中小企業的東西 因為台灣最大數量還是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擔動起來 然後大企業也已經開始在做 已經承諾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就是剛剛那個陳柏講的一樣 就是大家依照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節奏有沒有 訂定自己的目標出來 只要那個方向對 你做一步做兩步 我們都覺得非常棒 非常值得鼓勵不要懼怕 這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剛剛我就要總結一下 那PCR的經過環保署的認定 它排碳量是減少80% 減碳80% 所以你剩下來要抵檢的碳就非常少 對 如果再加上綠電的製造 其實你就是一直解一直解 對 那這是我們公司在過去 這15年裡面執行 這整個的目標的一些 小小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謝謝葛董事長 我想大家今天又學到了 PCR不只是核酸檢測 它也是一個PCR系統 它也是一個環保保障的系統 所以PCR這個詞真的還不錯 好 那我想接下來請問黃總經理 就是精華工業是台灣大型的紡織製造商 就像我剛說的紡織業 其實它其實是有一個原罪 就是它以前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 那要達到完全近零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都是mission impossible 那精華工業要宣示在2040年做到 百分之百用綠電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艱困的挑戰 所以我想請教黃總經理 就是我們在螢幕前有很多是製造商的朋友 那傳統產業如果要百分之百使用再生能源 用到百分之百的綠電 它要怎麼做 這個過程當中它要克服哪些挑戰 首先我先剛剛 因為剛剛跟董事長在聊到 他說它一個瓶子方面一個種子 然後會再分解 長出一顆數 我突然有個靈感 我現在先講 怕我忘記 就是說我們應該來做一件衣服 也是這樣子是可分解的 然後我放一個種子在裡面 在口袋裡面 然後這個在家裡埋在你的 就是哪邊的土地 然後哪一天它長成一棵樹 我這回去要跟我們研發的人來 跟我們的 做好之後可以讓我們先去買一件 一定一定 我一定來推廣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這樣子 當然我想說這個 所以以後的衣冠種就會都是樹 對啊 開玩笑 對啊 那這個其實也帶到就是說 剛剛講的就是說這個 這個減碳其實我覺得危機就是轉機 像剛剛在聊中發覺說 我們如果來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衣服能夠回收到 所謂cradle to cradle 對不對 能夠回收了 那這整個的過程是不是就減碳了 那我覺得說這樣的一個 很多的一些發想跟作為 所以說在這個以 當然從綠電的角度來看 確實 我剛才提到說 確實是一個挑戰 那雖然說我們是claim在2040年要達到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但我相信從現在一直到那一定 科技跟很多的作為一定會不斷的去發展 那如果你不做 你永遠就是零 那我們現在開始就從我們自己的工廠裡面開始做 那剛才提到說我們 其實做綠電剛剛我們這邊也提到就是說有幾個做法 就是你自建自己的發電系統 那你本身是有工廠的時候 你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其實台灣有蠻多的紡織界做的非常好的 他們主要都是我們講所謂的converter 他是很有想法的 可是他本身並沒有工廠的 那你怎麼樣去用大家集結這個力量去影響我們所謂的一些代工廠去做這樣的事情 但確實也很困難啦 以現在我們整個紡織業的整個毛利跟從我剛才提到的 從企業的存續的角度之下 說實在的第一個很多人想說我怎麼要先活下去吧 對不對 我才有辦法再去做更好的事情 這樣的一個中間這樣的一個衝突 我覺得也是現在我想說特別是紡織界非常多的從業人員 或是工廠 代工廠的一個挑戰 那你說除了自建發電系統之外 那剛剛提到所謂的corporate PPA 那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一般的大家的發電廠 他從整個營運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當然是面對大型的電力需求的人直接去買台積電 還是一些其他大型的能源發電很多的 他一次賣給他就好了 風力發電電子他就去做這些細部的管理 確實營運成本也不是那麼容易這樣子 所以從PPA的角度 這個也許跟價錢也有關係 那不然就是從整個制度的方面 那台灣怎麼樣去健全所謂的受電業 我們怎麼樣去 其實台灣目前還是蠻多受電業 比較中小年受電業 他們苦乎說好啊我要盡量賣我店哪裡來 那怎麼辦 那當然說我們也希望說 其實政府有蠻多作為 其實像比如說 其實台灣很多偏鄉的地區 在很多山上偏鄉地區 那些住屋都已經很久了 都在那邊了 我們是不是能夠去贊助 我們是不是能夠去 在那些偏鄉地區幫他們去建立 這樣的一些太陽能的屋頂 那這些其實都是幾十年前都蓋的 也許因為現在台灣的法規規定 你沒有所謂的建物產權 你是不可以蓋 它應該是說你的建物沒有產權 你的發的電 可能台電沒有辦法來去 給你認證掛錶之類的這樣子的 那你勢必就只能自發自用了 那你自發自用 現在的成本確實也高 那如果說你要去普及 如果能夠鼓勵 或者說一些特別的法案或方案 讓我們可以去 類似像偏鄉地區 比較需要幫助的地方 其實我認為 那些多多少少是一些機會 那除了說你說直接真的去購買電力之外 我們剛才提到說透過所謂的能源的所謂的一個憑證 或是一個受電的一個交易平台 那我覺得說這個也是一種作為這樣子 但是在看到這個作為之下 一樣會面倒說你的供應需求的平衡的問題 那我覺得再來第二個是 其實台灣是一個整個還是外銷為主 其實很多的營運總部都在台灣 他們工廠都在海外 那你怎麼樣這個平台能夠去滿足 他們在全球布局的碳排放跟憑證的交易 因為這個台灣的 譬如說在台灣 我想說整個RE200的這個或是一些規範是 你當你的綠電只能在本地 就你在台灣的綠電 你只能在賣買在台灣的憑證 你不能說我越南的工廠 我用別的國家的憑證去 offset 我的這個所謂的綠電 所以我們現在越南廠 我們目前就是購買綠電憑證 所以我們現在越南廠目前是百分之百 算是可以去宣稱我們是百分之百的綠電憑這樣子 我想說這些都是某這樣的一個作為 能夠來協助我們去走 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但是一樣我這邊做一個總結 一樣就是說勢必就是要做 那你在做的過程中 你就會接觸到不同的機會跟不同的方式 那我們也除了說再去接觸之外 其實我們實際上真的會進去參與 來去把這樣的一個機制來協助去把它做出來 謝謝 謝謝黃總經理 其實黃總經理的回答 其實就引導到我們下一個問題 是請副所長來回答 就是說其實大家都想要用綠電 但是其實裡面有很多的阻礙 其實跟我們的法規有關係 不管是憑證也好 或剛才黃總經理講的是 建物如果沒有產權的話 它也只能自發自用 像這種法規上面的一些修改 政府現在有什麼樣的想法跟做法 我先講一些比較可以有 可能可以做的事情比較快 因為我今天也是算是一個呼籲 就是說其實剛剛黃總經理有提到 就是說收電公司 其實收電公司其實是在整個綠電的市場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目前的話當然它比較是類似broker 我們會覺得說如果今天 我先稍微講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只有第一型的再生能源 可以進入再生能源的市場 我們會覺得說第三型就是 自用發電設備去發電 如果有機會讓所謂的再生能源受電業 來代理這些第三型的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旅行電業的義務 讓它來進入電力市場的話 我就覺得說這個部分就會 對市場的供應 會有一個類似火水可以拉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應該是 相關單位應該要積極來考慮的一個做法 當然我知道已經有在談了 不過這個如果走得快的話 確實也可以讓更多國內的一些 目前是所謂第三型的太陽光電的暗場 可以來進入我們電力市場 就是做電力的交易 這個是我覺得是最快速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倒是銀行 因為我覺得銀行其實我們蓋再生能源的暗場 其實都有一些融資 目前大部分早期我們國家的 在生能源所發出來的電力 都是由台電公司來收購 就所謂斷購 一旦要進入企業購售電合約的時候 它整個融資的條件就會改變 這個時候銀行就要去學習 怎麼樣來接受新的這種融資的條件 從一般的跟台電公司簽的購售電合約 轉為跟不同企業簽的購售電合約 因為他們的履約的能力事實上是不一樣 是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銀行也要積極來介入 甚至如果是金管會可能也是有一些鼓勵的作為 讓銀行可以來參與這樣子的融資 當然的話這個部分就也會有更多的 再生能源進入我們的市場 供應給我們的企業來使用 還有一個部分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想黃總經理也有參加一些平台的設計跟設置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的好的 因為當初早期大家在討論 國內的再生能源市場的時候 讓我們討論的就是 標準局它在國家評論中心 當然也會設置媒合平台交易平台 但是我們更鼓勵民間來自己來設置 各式各樣的交易平台跟媒合平台 來創造真正的媒合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只有民間多元化的來做 按照各種不同的需求 比如說中小企業或者是售電公司 或者是說有的大的用戶 就最近我們又看到幾個大用戶 他要集結更多大用戶 他要來做Aggregate起來之後 然後他售電公司就是協助打 所謂背對背的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來協助他們來在市場上更有競爭力 更有商談的權利 或者說是position 這樣我們就覺得說這樣也是很好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各式各樣不同的型態 各式各樣不同的事情都在發展 我們目前看得到就是說 這個東西還是來做 我們覺得很重要 還有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就是轉工 因為現在轉工是15分鐘結清一次 我剛剛有提到 確實它對企業要達到很高比例 比如說90% 99%的災難人使用率 它是有一個困難 是有一個困難 所以我們覺得轉工 如果可以有所謂的動態的一個轉工 譬如說我跟你台電我們就是拆帳 一度電5塊的時候你給我 然後5塊的時候我就是我給你 其實大家只要把那個拆帳一弄好 就算是動態的時間電價也是可以轉工 也是可以結清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政府可能要用 更創意更創新的角度來思考 這樣子的一個制度的設計 大概是這樣 大概最後一個就是說有6個利用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最近其實也在算是一個小廣告 就是我們未來也希望大樓使用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使用商品的製造 或是說電動車充再生能源 我們也希望這樣子的東西也可以 大家跟我們一起來落實 大概是這樣 好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現場的問題 我只綜合了一個問題 請問大家 然後每個人一分鐘回答好嗎 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綠電貴嗎 然後其實綠電要有效 還要有願意買單的消費者跟投資人 要怎麼樣去改變他們 影響他們的想法 然後如果買不到綠電要怎麼辦 一分鐘 歌董事長請回答 這是三個問題 我如果說綠電便宜 大家一定說你騙人 好 綠電貴 其實我們在早期在2012年 我們第一個做電廠落成的時候 其實台電跟我們收購的價錢是8塊9 對 我記得那時候在之前 在前一年12塊還留標 沒有人要做 對 那8塊9 那現在當然是便宜很多了 那當然是剛剛陳柏剛才講的 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機制 會幫助我 所以他會 我只能說他是越來越便宜 對 但是綠電是一個態度 他最終還是你要減少 就是氣候變遷環境問題 你可以電 那電跟碳的關係 還有你在每個企業裡面 你的屬性跟你的規模 你可以去做的事情 陳柏剛才那句話 應該也鼓勵到很多中小企業 就是你可以選出你們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快樂的去做 一群目標的去做 就是其實做這件事情 你不用放棄你的目標 你的人生 那個科學 藝術 文化都不用放棄 其實你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平衡點的 對 但是我覺得 你考慮到這些事情 你就發現綠電其實不貴 但是實際上你看到 是比現在的電 因為相對來講 台灣的電價也真的很便宜 謝謝 那請黃總經理回答 就是怎麼樣去說服投資人 或者是消費者去接受 怎麼樣去影響他們 要願意買單這件事情 當然啦 如果就是說 以我們自己的經驗 今天如果你自己有場所 那你資金 我想應該不是問題 楊東願融資 其實綠電應該是不貴 對不對 因為台電會躲夠 你從財務角度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說個笑話 是這樣的角度去看 但是我想我們真的做綠電 不是說是 當然這是其中的一個誘因 但是很可惜 在台灣它是 電證是沒有辦法分離的啦 你今天自己這樣做 這個在政策上 確實你要去考量 那當然你要去考量 財務去看都沒有意義了 一樣我想說 綠電 你說它這個貴 我覺得是有一所 無形的資產 跟有形的資產去看的話 我認為從無形的價值來看 它並不是貴的 因為就像我們製造業 如果你做了這件事情 你提升了你的 我覺得說 總規矩是量力而為啦 我們當然本身中銷企業是量力而為的 那怎麼說服你自己呢 我想紡織業一天到晚在參展嘛 對不對 那你的一定有一個行銷的費用嘛 那你算一算你拿一點行銷費用拿出來 你把它當一個行銷費用嘛 我這個實驗費用拿出來 我就可以去跟人家說 我在做綠電 我在做減碳 我想說用這樣子 剛剛董長這樣講 用比較輕鬆的 但是就一定要有一點作為 我說慢慢慢慢累積 其實等做了五年後你回頭看 哇你累積的 我相信不只是 你不會看到你花了多少錢 而是你會看到說 我因為這樣子 我到底得到了什麼 我相信五年後你回頭看 絕對會認為這條路是值得的 謝謝黃總經理 那就請副所長幫我們回答 他們都沒有回答問題 綠電買不到要怎麼辦 要去哪裡買 對啊 我再交給專業的回答 一分鐘 這題是大哉問 那我們最近確實也是 因為當年沒有想到說 這麼可怕的需求 排山倒海而來 標準局的長官也天天在問我這個問題 那我還是講啦 就是說 當然再生能力要建設要加速 這是一定的 然後很多 我剛剛提到的東西要鬆綁 這個也都是要做的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這個是一個新東西 我們業界常講一句話 不會買就不會買 不會就是你不知道怎麼買 你就不會去買它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 有的時候我們看也不一定是供需 通常就是說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怎麼樣進去 或是你不知道怎麼樣做策略 做分析 那你就被卡住了 造成了這樣子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我其實真的是呼應剛剛哥董事長講的 用一個輕鬆的心情 然後真正的去了解它 去了解它之後 慢慢再定出自己的策略 來我想說先買一度買兩度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就會了解它 我想先從這樣的態度來開始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我們也鼓勵大家用這樣的方法來進行 謝謝 非常謝謝三位講者 我覺得今天非常的精彩 大家都講得很好 很多人 我還是在回到我今天的concent 就是為什麼在疫情之下 我們要來講靜靈 要來講綠電 我只給大家說一個 人類歷史上面一個非常偉大的時代 叫文藝復興時代 文藝復興是發生在黑死病之後 當大家都覺得很絕望的時候 出現了文藝復興 現在在疫情當中 我相信未來我們會有能源的文藝復興 不用擔心綠電很貴 兩位都說不貴了 買不到沒關係 先一度兩度的買 非常謝謝大家 我希望我們以後有繼續有機會 一起來談這個很重要的議題 謝謝各董事長 謝謝黃總經理 謝謝副所長 謝謝 謝謝別人